下面我们做一下这个盖子 首先我们穿一颗红色 两颗粉色 红色在右手边 然后用一颗红色来倒线 然后我们就右线穿一颗红色 左线穿一颗粉色 再用一颗红色来倒线 然后就重复这个步骤 右线一颗红 左线一颗粉 用一颗红倒线 好大家就重复这个步骤 重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 一共十次 大家再 现在有三次 大家再做这个步骤 再做 数侧面这个粉色 一共数到第十颗就可以了 大家数一下啊 现在做的 除了第一颗 然后我们数侧面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共十颗柱子 十个四连柱子之后 然后我们就右线加一颗粉 左线加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粉 红色来倒线 然后右线加一颗粉 然后右线加一颗红 左线加一颗粉 再用一颗红色来倒线 好大家数一下侧面啊 最后一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颗粉 然后我们先 十二颗粉之后 我们现在左手 加两颗粉 然后用一颗红 倒线 好 最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左 左手边的线 穿两颗红 两颗粉 大家注意哦 大家注意哦 左手边的线 穿两颗红 两颗粉 然后再从这个我们穿的这个第一颗的这颗柱子里头 穿回穿过来 回穿过来之后大家先不要拉紧它 接着还是用这根线 还是用这根线再穿一颗红 然后我们用右线对折 拿一颗红色来倒线 好 用力拉紧 这时候 一拉紧这里的话 就会形成这样 刚才我们都穿出来的三颗 就是这三颗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右线过一颗 这样 因为我习惯用右手 右手边来穿出 左手过线 所以我 我把它反过来 本来这样的 我们右线 右边线 我反过来之后 然后这边就变成右边的线 这个就变成左边的线了 然后我就把 我是按这种方法来的 然后左线过一颗 要不大家还是不要反过来了 因为那个 因为我怕大家把方向弄乱 这里涉及到要变换粉色的 所以大家还是按原来的这样 然后右线过了一颗嘛 然后左线穿一颗 左线穿一颗红色 然后再用一颗红色 然后再用一颗红色倒线 然后又现在过一颗 再注意上面一步做错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一道换颜色的 哎呀 脑袋就不清楚了 好 大家拆掉一步 我刚才不是说这个右线 等于我们从头开始编吗 右线不是过了这一颗吗 然后我们左线 穿一颗粉色的 用一颗粉色倒 好 然后又现在过一颗 左线穿一颗红色 然后用一颗粉色倒线 再用一颗红色倒线 右线穿一颗粉色倒线 再用一颗红色倒线 好 后面的话就全部都是用红 左线穿一颗红 用一颗红倒线了 好 后面的话我就不讲了 后面都是一样的 右线穿一颗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一颗红 用一颗红倒线 大家把它做一下 一直做到这个位置 好 好 这一圈已经 嗯 这一排已经做完 到最后这里 右线穿一颗 右线过一颗 然后右线再穿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红倒 好 右线再穿一颗粉 一颗红 这拐弯处应该不是 对大家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应该穿那个底的时候 都已经过了好多遍了 好 只是说这个盖子的话 有关系到换颜色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柱子倒线 左线过一颗 穿一颗 用一颗倒线 好 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倒线 右线 右线还是穿一颗 用一颗倒线 好 大家数一下这个红 一二三四五 好 做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把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粉 用一颗粉倒线 左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红 右线穿一颗粉 用粉倒线 用粉倒线 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粉 用一颗粉 用一颗粉 来倒线 用一颗粉 用一颗粉 来倒线 用一颗粉 左线 左线过一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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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穿一颗粉 右线穿一红 用一红倒线 左线过一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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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右线穿一颗红 用一颗粉 来倒线 左线过一颗粉 左线过一颗粉 右线穿一颗粉 用红倒线 左线过一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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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红倒线 左线穿两颗粉 然后用一颗红色 倒线 然后左线再穿一颗粉 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粉 左线穿一颗粉 再用一颗粉刀线 再用一颗红刀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一颗红 用红刀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用红刀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用红刀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粉 用粉色刀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右线穿红 左线穿红 然后用红刀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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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红 左线穿红 右线穿红 左线穿红 错了 这里应该是穿一颗粉 用红色刀 好 右线过一颗 上下的全部都是左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衣 用红刀 好 我们把下面做 好 到这最后 拐拐弯的时候 就右线穿一颗粉 用一颗红色刀线 好 然后右线再穿一颗粉 一颗红 一颗红 再用一颗红色刀线 再用一颗红色刀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粉 右线穿一颗粉 用红色刀线 用红色刀线 右线穿一颗红色 右线穿一颗红色 用红色刀线 首先再过一颗 右线还是穿一颗粉 用红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红 用一粉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粉 用一红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红 用一红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红 用一粉倒线 首先过一颗 好 剩下的都是红色的了 你就把这剩下的穿一下 要注意这里要 这里要穿一颗粉 然后用一颗红稻线 好 然后左线穿两颗粉 直接用一颗红稻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一颗红 用红稻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用红稻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红稻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用红稻线 右线过一颗 左线穿红 左线穿红 用粉色稻线 对呦 还是用红色稻线 对呦 还是用粉色稻线 对呦 对呦 还是用粉色稻线 按、右线蒜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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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维 我 inspir께서过一颗